加拿大在美国要求下于12月1日拘捕孟晚舟,各界将此举世为中美贸易战声级,艺人黄家迁的加拿大籍老公夏克利因为在大陆参加时禁秀,爸爸去拿尔三,爆红,金,14日,突然在微博PO文为加拿大道歉,很对不起,我国家最近做的事情。 加拿大这么会做这种事 夏克利为故乡加拿大道歉仪式,也立刻在路网引发热烈讨论,夏克利为加拿大做法道歉关键字排一举串上微博热搜榜第三名,不少路网友也纷纷在下面留言为他打气跟你没有关系啊你是个很善良的人哦 大国之争或与政治,与夏克利老师没有必然关系,老师不要往身上懒,政府的错不是你们的错,认为夏克利太善良了 现年46岁的夏克利与女星皇嘉谦结婚近十年,感情恩爱,她2015年与女儿夏天参加湖南卫视,爸爸去拿尔三,夏天被称为没有公主病的小公主,夏克利的教育方式也被肯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